如月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他一向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晚餐的时候 魔鬼耳把出卖耶稣的意思 放在家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心里 耶稣知道赴以把万有交在他手里 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 又要回到神那里去 就离直站起来 脱了衣服 拿一条手跟束腰 随后把水倒在盘里 开始洗门徒的脚 并用束腰的手跟擦干 到了西门彼得跟前 彼得对他说 主啊 你洗我的脚吗 耶稣回答他说 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 但以后会明白 彼得对他说 你绝对不可以洗我的脚 耶稣回答他 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份了 西门彼得对他说 主啊 不仅是我的脚 连手和头也要洗 耶稣对他说 凡洗过醋的人不需要再洗 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了 你们是干净的 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已知道要出卖他的事谁 因此说 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 就穿上衣服 又坐下 对他们说 我为你们所做的 你们明白吗 你们称呼我老师 称呼我主 你们说的不错 我本来就是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老师 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作了榜样 为了你们照着我 为你们所做的去做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博人不大于主人 逢猜的人也不大于猜他的人 你们既知道这些事 若是去实行就有福了 我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 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 但是要应验经上的话 吃我饭的人 用脚踢我 事情还没有发生 我现在才告诉你们 让你们到事情发生的时候 好信我就是那位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接纳我所差遣的 就是接纳我 接纳我的 就是接纳差遣我的那位 好 耶稣说了这些话 心里有仇 于是明确地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 有一个人要出卖我 门道彼此伤看 猜不出他说的是谁 门途中有一个人 是耶稣所爱的 侧身挨近耶稣的胸怀 西门比登就对这个人示意 要问耶稣是指着谁说的 于是那人紧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 主呀是谁呢 耶稣回答 我占一点饼吸水 就是谁 耶稣占了一点饼 地级家略人西门的儿子又大 他接了那饼以后 撒旦就进入他的心 于是耶稣对他说 你要做的快做吧 同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耶稣为什么对他说这话 由人因犹大管前郎 以为耶稣是对他说 你去买我们过节所需要的东西 或是叫他拿些什么级穷人 由大受了那点饼以后立刻出去 那时候是夜间了 由大出去后耶稣说 如今人子得了荣耀 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 如果神因人子得了荣耀 神也要因自己荣耀人子 并且要立刻荣耀他 孩子们 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不多了 你们会找我 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 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 现在也照样对你们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你们若彼此相爱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西门彼得问耶稣 主啊 你去哪里 耶稣回答 我所去的地方 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以后却要跟我去 彼得对他说 主啊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去 我愿意为你写明 耶稣回答 你愿意为我写明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既叫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既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